香港人生活繁忙 工作時間長, 壓力又大 隨時令我們睡得不好 甚至失眠的情況出現 對, 睡得不好真的很慘 提不起精神, 做事也視乎功半 要改善睡眠質素 不如我們請客註冊中醫師 雍廷耀中醫師 我們來講解關於睡眠質素的問題 你好, 雍醫師 請客… 雍醫師, 從中醫角度 如何看睡得不好和失眠的情況 睡得不好和失眠在中醫角度 我們稱之為不眠 不眠病是指我們經常 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的疾病 主要表現在睡眠的時間和深度不足夠 輕的話就入睡困難 時睡時醒, 睡得不軟 半夜醒的時候又睡不回來 嚴重的話就整晚睡不到覺 切夜不眠 有什麼原因會導致這些問題? 在中醫角度, 睡得不好 最主要是因為情治內傷 飲食不節, 又或者牢日失調 氣血規氣所導致 這樣會令我們撞腐功能失調 心失所養, 心神不安 最終就導致到失眠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 例如不良的睡眠習慣 睡無定時 又或者睡眠之前過度使用電子產品 又或者太夜吃飯 或者吃宵夜這些習慣都不太好 還有一個不適當或不舒服的睡眠環境 也會令我們睡得不好 例如噪音、燈光、溫度不適當的話 也會影響我們睡眠 還有就是一些疾病的因素 如果我們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例如鼻敏感, 經常鼻梗痕、鼻塞 都會影響我們睡眠 還有一些痛症 如果晚上痛的話 也會影響我們睡眠 一些鼻尿道的問題 例如腦有機的前列腺肥帶 如果晚上經常需要夜尿 也會影響我們睡眠質素 菲菲, 你有沒有試過 說經常睡不著覺 幾天幾夜都睡不著吧 有沒有說幾天幾夜都睡不著 不過可能會不會太容易睡得著 而且會發一些惡夢 那天后歌呢? 我也很少 不過有時候那天心情不好 或者工作壓力比較大 那一晚真的睡不著覺 有沒有試過幾天幾夜都睡不著? 沒有, 通常都是一、兩晚 整晚人真的睡不著 但其實醫師,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對我們的身體或狀況有什麼影響? 如果長期睡得不好 就會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 令我們的抵抗力下降 我們經常會覺得很累 而且經常會出現感冒的情況 而且也會令我們患心血管疾病 風險有所上升 如果真的有這一類的疾病 我們可能會有心口藝、心跪的情況 睡得不好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大腦功能 令我們的認知、學習和記憶能力有所下降 而且睡得不好也會令我們的代謝出現問題 我們可能會出現體重增加的問題 還有最後, 如果我們經常睡得不好 也會出現一些情治或情緒方面的問題 可能會幻想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上升 我們每天應該要睡多少個小時 是否真的要睡足八個小時 其實每個人睡覺所需要的時間 是不盡相同的 因為睡眠的時間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例如年紀、生活的習慣 又或者身體狀態所影響 例如有些人本身擁有睡得少的基因 他可以睡得很少也很精神 天生的基因也是睡得少一點嗎? 對, 可以嗎?你和實際情況不吻陷 會不會呢? 如果他睡得少, 只要睡眠質素好 他睡完之後覺得精神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是嗎?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一人睡七至九小時就比較適合 當然這也是一個參考的數字 我們最主要是看他睡完之後 起床之後的精神狀態是否好 有沒有回復體力 去判斷他所需要的睡覺時間 那什麼終點睡覺比理想呢? 2021年的時候 英國牛津大學在一項研究指出 如果晚上在10點至11點 這段時間睡眠是最好的時間 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段時間睡覺的人 比其他時段睡覺的人 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會有所下降 而且我們中醫經常說天人相應 我們覺得自然界的陰陽變化 也會影響到我們人體的陰陽變化 我們相對的 對, 沒錯, 會互相呼應 對, 如果太陽升起的時候 我們人體的陽氣都隨之升起 對, 到中午的時間 我們陽氣最充盛的時候 我們的精神狀態或機能是最佳 對, 隨著下午太陽就西下 我們陽氣隨之下降 我們人體會慢慢變得累, 想睡覺 到晚上九點至十一點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最容易入睡的時間 我們也建議病人 可能平時人士最好在十至十二點這段時間 睡覺就最好了 但其實從中醫角度如何為之好睡 我總結了三點 第一個就是入睡快 第二是不容易醒 第三就是起床醒 入睡快就是說我們上床之後 最好在三十分鐘之內可以入睡 入睡之後就不容易醒 不要因為外界的一些小小騷擾 而令你很容易醒 而起床醒醒後就覺得精神充沛 有些人很快就睡覺 一睡覺就會打鼻寒 是否代表他們已經睡得好 睡得很好呢? 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鼻寒本身受很多因素影響 例如你本身有些口腔或鼻腔的問題 阻塞了氣度的話 呼吸的時候震動就發出鼻寒的聲音 又或者他本身身體肥半一點 因為一些脂肪積聚在上呼吸道 氣體經過呼吸道的時候 也會產生鼻寒 還有一些不良的睡眠姿勢 枕頭太低 也會令氣度變得很狹窄 而令我們出現鼻寒的聲音 鼻寒輕微的話 不影響我們的呼吸和睡眠 其實是不用理會的 但當它影響到我們的呼吸和睡眠 我們就要及早求醫 看看會不會患上了 一種叫做睡眠窒息症的問題 不同年紀的人 有一個不同的睡眠改善的地方 譬如小孩、嬰兒、小孩 遇到睡眠有問題 應該怎麼幫助他? 其實不僅是小孩、嬰兒 所有人都是 我們在睡覺方面 也要有幾點需要注意 是 第一, 就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睡眠環境 例如我們睡覺前 要調節室內的燈光、溫度 是 令環境舒適, 就有助於我們入睡 而且在睡覺前 不要過度使用電子產品 令我們變得亢奮、興奮 令我們很難入睡 是 第二方面就是飲食方面 我們不要太晚吃飯 不要吃宵夜 還有在晚飯之後 不要喝提神的飲品 是嗎? 在運動方面, 我們日常就要做適量的運動 去消耗一下我們的精力 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較容易入睡 還有在晚上睡覺前 不要做太劇烈的運動 免得我們的身體 處於一個興奮或抗憤的狀態 而令我們很難入睡 有些朋友說, 睡覺前喝一杯熱牛奶 會有助入睡, 行嗎? 其實這個方法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因為牛奶裡面 就有一個叫色胺酸的成分 它可以刺激到我們的大腦 釋放血清素和退黑素 這兩個成分可以令我們入睡 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因為有些人可能對牛奶敏感 又或者有一個叫乳糖不耐症的問題 又或者它本身腸胃就是消化不良 腸胃不舒服 你在晚上喝奶之後 反而加重了腸胃 一些不舒服的症狀會出現 而令它很難入睡 有什麼穴位可以按一下 可以提升睡眠質素嗎? 有, 我今天想介紹兩個穴位 第一個穴位叫神門穴 它在我們的手上 在我們的腕環紋, 尺側端 即是手指尾這一邊 當我們屈滿的時候 尺側端這裡有個基件 我們可以摸到 這個基件的內側有一個凹陷柱 這個位置就是神門 這個神門穴有滋陰降火 靈心安神的作用 我們經常按壓一下它 也可以有助於入睡 好睡一點 對, 會好睡一點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印唐穴 它就在我們兩個眉的中間位 這個印唐穴也有驅風通俏 靈心安神的作用 我們經常按壓一下它 也有助於我們入睡 閒上也可以摸按壓一下它 對, 也可以按壓一下它 有這個保健的作用 最好當然在晚飯之後按壓一下它 就可以有助於我們晚上睡覺 那有沒有茶這樣幫忙 今天有兩款安神茶 第一款就是玫瑰酸早安神茶 裡面的材料有玫瑰花五至六枚 酸早人十五克 我們把這些藥材洗淨之後 放進鍋裡, 加適量清水 煮三十分鐘就可以飲用這個湯水 要煮這麼久? 對, 要煮至出味才會有效 是不是你可以經常喝這個? 這個也可以 其實這款湯水有疏光解鬱 靈心安神的作用 很適合一些 例如學習壓力大 或者工作壓力大的人士去飲用 就是當茶喝水喝 一天一天, 常常喝也行 以茶代水去飲用 還有一款呢? 第二款就是山楂陳皮佛手茶 材料有山楂六克 陳皮九克, 佛手九克 可以把這些藥材洗淨之後 放進鍋裡, 加適量清水 煮三十分鐘就可以飲用這個湯水 有什麼不同? 這款湯水的作用 可以和為消滯, 靈心安神 對於消化不良 晚上飽飽, 睡不著覺的人 就可以飲用這個湯水 這個有多喝嗎? 它也是有消滯的作用 多喝的問題也不太大 對… 食療方面有介紹嗎? 食療方面, 今天有兩款湯水 第一款就是蓮子八合湯 材料有蓮子十五克 八合十五克, 還有甘醋三克 我們把這些藥材洗淨之後 放進鍋裡, 加點清水 煮至蓮子和白色都爛了 煮至溶了? 對, 煮至溶了 就可以飲用這個湯水 加點冰糖調味就可以了 它有清心射火, 靈心安神的作用 很適合一些心火性的病人去飲用 有助於飲水 心火性適合你 但不可以經常吃的意思嗎? 對, 當然要有心火性的問題才可以飲 平時 心火性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晚上不能睡覺 又很不開心, 壓力大… 對, 心火性的病人 一般會失眠、多夢 還有口舌、山瘡 小便短尺的問題, 火氣比較大 如果三菲滋喝, 喝這個就可以了 對, 三菲滋有清心火 又可以幫助睡眠 我加點肉過去, 可以嗎? 可以, 加點冰糖就是糖水 如果不想加冰糖, 不想做糖水 加點肉, 加點鹽, 煮成湯水 喝也可以 好,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不像湯 對, 這個就是竹 是 這個就是龍眼肉竹 裡面的材料有龍眼肉, 15克 藍棗, 5至6枚 加一些白米, 大概100克左右 可以將它煲成竹, 食用 是 它有養血、健脾、靈心、安神的作用 養血的米 對, 很適合血虛的人士去飲用 是不是一定要用藍棗呢? 什麼棗類也可以呢? 其實紅棗、大棗、藍棗都可以 對, 都有補血的作用 這個要煲多久? 這個就煲到粥, 米變成粥就可以吃 綿燒, 還是米碎也可以? 米碎也可以, 對 對, 有沒有什麼人不適合食用? 如果它不是血虛的話 那就不適合食用 不好了, 而且孕婦也不好, 是嗎? 孕婦就看看它本身的體質 是不是有血虛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 也很適合喝這款湯水 好 你家的心腹好一點嗎? 好一點, 人家的心腹好一點 好一點, 人家的心腹好一點 好一點, 她很多了, 是嗎? 聽完翁醫師說了, 大家認識多了 有不明白的 記得請教中醫師或專業人士 你好, 請教中醫師或是詳細的 請教中藥添愛的 請教中醫天, 請教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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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